吴林达我们游游赏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 国立东华大学与花莲县政府大学社会责任实践策略联盟携手 继之前世睦自治条例的建议书后再次规划地方自治轮坛 东华大学与花莲县政府大学社会责任实践策略联盟的携手 继序幕自治条例的建议书后再次合作规划 在109年11月20号举办地方自治论坛 会中除了邀请长期研究地方自治议题的专家学者发表报告外 让学术理论与实物见解同时呈现 期望带给所有与会人员更全面的视野 非常荣幸也高兴有机会把这么多贤达之事 请到东华大学来 当然有这个机会也是归功于县政府的帮忙 因为县政府最近叫我们帮他 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处理他们的有关农牧林条例 所以在那上面我们累积了一些经验 当然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客气 他以前在行政院演考课这方面经验已经很多了 这次更另外接手一个比较争议性有一点点的一些活动 我们后也找了很多专家来 不管怎样东华大学的工行系 在地方自治这一块 尤其是发动地区的地方自治这一块 其实扮演一个很强的角色 主题演讲更邀请了内政部民政司林青旗司长 与前交通部长叶匡时教授 带来我国地方自治的现况跟展望 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跨域协调的经验 从学理、食物、中央与地方的各种角度探讨 即使论坛中的讨论能为地方政府激发治理的新思维 那么对于发力先生的佛联 今天我们也是一个受贵者的身份 来感谢东华大学这个恩人跟贵人 刚才我们照相补处提的 发力先生的虚拟业自治条例的一个拟定 然后它的缘起 当然各位都知道 都是因为所谓的繁补风 大型养机场的事情 那所以才发力先生的 必须来拟定一个虚拟业自治条例 那我们是觉得 如果要养机应该跟东华大学学一学 东华大学在红业部落 有培养了我们福利鸡蛋 不但福利鸡蛋成功 而且还把福利鸡蛋弄一个合作式 实际上能够帮忙我们老人的长照也好 帮忙地方的一个事业的兴盛 而且帮忙地方的一个发展 这也是一个社会大学的社会责任的实践 变得一个底线跟见证 是一个地方政府治理上的困境 记者林杰说风箱 采访报道